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还是放弃了空中飞行器的科研路线 他们应海军的要求开始研发地效飞行器 地效飞行器是一种结合了普通飞机与气垫船两者特点的飞行器 它靠地面效应产生气垫 只能够在离地面或者水面十几尺的高度之内飞行 并且不能任意改变飞行高度 1966年 原型飞行器首飞成功之后 前苏联的科学家便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测试超大型的地效飞行器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才透过侦察卫星发现了这种飞行器的存在 那时候它已经长106米 重495吨 依靠八台涡轮风扇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前进 可运送一千名士兵前往三百海里以外的目的地 冷战结束后 被西方国家称为离海怪兽的地效飞行器 以及它所携带的一系列军事计划都迅速消亡 解体后的苏联也逐渐把地效飞行器所承担的军事任务 转移到了核潜艇的身上 就此 前苏联最秘密的武器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顺应地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